台積電先進製程進度成為焦點 日經亞洲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台積電三奈米製程 2022下半年投入量產 手臂客戶包括英特爾還有蘋果公司 更有消息稱 台積電規劃給英特爾的三奈米產量 甚至超過蘋果iPad 英特爾方面也證實 正在跟台積電合作2023年產品 不過並未提及使用何種製程 電腦伺服器還有在資料中心 這個部分的一個CPU 那麼可能會屆時會使用台積電 在三奈米的一個製程 也就是說未來在資料中心 這個部分那麼對於台積電 在先進製程這塊的一個應用上 那麼它的一個占比 想會逐步拉高的一個狀況 三奈米相較五奈米效能提升 10%到15% 功耗更降低20%到25% 據傳英特爾計劃絕地大反攻 與台積電合作兩項三奈米計劃 好從超微和回答手中 搶回筆記性電腦 資料中心伺服器 CPU的試占率 實際上台積電日前 線上技術論壇就曾經透露 旗艦手機資料中心 AI加速器 會在第一時間 採用最先進製程技術 更看好數位轉型趨勢 將有50%的投資 用在資料中心 而這些都得仰賴半導體元件 看好資料中心趨勢的 還有滴潤大城美光 高層預計晶片荒 持續到2022年 隨著世界經濟復蘇 5G還有電動車 需要更多記憶體 加上資料中心 智慧型手機工業應用 對晶片的需求 半導體產業 迎來更強勁的成長環境 新台的視頻 從台灣台北報導